大家好,我是Auntie Liu 今天我又来做一个两者糕 Oday Oday 他叫Uncle采椰 这次采的椰中青 因为有人留言说 中青的椰比较好吃 就要吃生的 因为我要做Oday Oday 要粘上这个椰丝 我也不知道这个中不中青 OK啦,好 要刨椰 今天我要做一个两者糕 也可以讲说是两者糕 也可以说是马来 糕点 马来糕点就是印度和印尼差不多 印度印尼 印尼和马来西亚 差不多都是相像的 OK 所以叫做Oday Oday O-N-D-E-H O-O-D-E-H 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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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圆圆的意思 马来语 马来语啦 如果是在华语的话 我们就是叫做 椰丝球 里面有糖的 OK,一粒一粒的球就是这样 来,我给你们看 Auntie做这一根呢 是金瓜的 金瓜的是最好吃 Auntie做的那么多吃 但是金瓜的也比较最难做 因为它柔软度 它很软 因为金瓜比较软 它的水分比较多 所以你们做的时候 粉要调一点 OK 这个呢 印尼的话呢 它叫Klepon 印尼的话叫Klepon 如果是说文来的话呢 它们叫Kwe panchik Panchik就是包 我们叫Ponchak Ponchak就是它叫Ponchak Ponchak包的咯 所以文来就叫Kwe panchik OK OK,这个娘子呢 它们是因为马来西亚以前 华人嘛 跟马来人土猪结粉 所以 就演变成 Nonia里面 它们一定有的 这一个在分里里面 喜事里面 就是 团团圆圆的意思咯 OK,现在来 Auntie做这一个成分呢 给你们呢 是刚刚好 为什么 等下做了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这个是125 我要量个准准给你们 125的 糯米粉 25g的 木薯粉 然后 糖 一汤匙 给它的皮有一点甜味 OK 搅筋盈了,可以了 Auntie要拿烧水烫哦 水 滚烫的哈 50ml Auntie凉了 OK 然后用筷子 Auntie Boss一定笑的 Auntie你不是铁沙掌 为什么你不要用手 哎,开玩笑了 这个是滚烫的咧 Auntie Boss Auntie Boss整天在那边笑 看我的video 他都不是看我煮的 好,用筷子哈 搅一搅它 搅筋盈了先 然后 开始用手了 Auntie每次叫你们粉团的时候 用手捉开来 但是是真的很烫哦 但是它的水分不能够放太多 因为我要放椰浆 但是如果我不烫的话呢 等下你们包起来呢 很难包的 除非你们是很厉害包 才不会破 这样哦 就是真的很好做 Auntie是老手都要这样做啊 因为这样快啊速度 还是烫烫啊 锅住它 5分钟 停一下 5分钟啊 好了 5分钟了啊 我放这个 番薯 枝番薯 Auntie每次叫你们了 10分钟就够了的 刚刚好 水滚也好 不水滚也好 你放下去就是10分钟了啊 真久一点都无所谓 但是要在烧烧的时候 就拿那个茶来弄碎它 冷了的话 它就不好弄碎了的 OK 你又是放去粉里面 很干嘛 现在你开始慢慢下这个 椰奶 椰汁 三蛋 蛤 椰汁 哇 还滚了 好慢慢下啊 怕太软 应该不会啦 诶 这个多少了啊 三蛋 不记得了 等下Uncle会放上去给你们看 OK 这个水分啊 Auntie做了那么多次哦 给你们准切的分量都很难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买的番薯啊 很新鲜 它很适真的时候 有时候又很干 你看现在 所以你们可以减少那个椰汁 慢慢下 不要像Auntie这样一下子 一口气下完哦 错到均匀了咯 还是很连手的啊 加一碗小匙的油 Auntie懒得拿汤匙啊 不然又要洗汤匙啊 一碗小匙啊 一碗小匙啊 OK 多也不要紧的 少也无所谓的 多好吃咯 少健康咯 一米油 OK 你们一定讲Auntie都有椰浆了吗 为什么还要放油 那个椰浆呢 你在山诞的时候就是椰奶的时候 它是没有油的 现在才来放油 你看Auntie还是觉得很软 看到吗 你们可以减少一点那个椰奶哈 Auntie再加糯米粉 加一点点啊 Auntie每天叫过你们了的咯 慢慢加 但是Auntie这一次用的是薯粉 如果我做昂姑姑 Auntie你不是要烫那个 粘米粉放下去不是更容易做 不会破 但是那个口感又不跟这个口感一样了 这个我放薯粉 因为它会更Q 啊 来Auntie给你们看啊 我为什么要捡一个长条这样啊 我要给你们知道每一个里面啊 10g 来Auntie给你看啊 10 11都ok的 为什么要做这么样呢 这个Onde Onde是一口一粒的 你吃的时候呢 它会爆浆在你的嘴巴 10g这样 然后就刚刚好一粒咯 一口咯 OK来 然后我会叫你们做长条 为什么 因为怕你们做到不经营啊 等下一些大粒 一些小粒啊 这样就很不好看哦 大大小小这样 Auntie就会把它弄成这样 全部一粒一粒 给你们看啊 这个就是刚才Auntie有做给你们看了的 就是两个小时前 放去结冰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就好啊 冰柜里面 为什么呢 这样它就不会散散 而且哦 等一下它很快溶解 然后就很容易破 我给你们看哈 里面的馅料是怎么样做 黑糖这个黑糖哈 70g 白糖或者是黄糖 就30g 能够椰糖放多一点 你就放多一点咯 但是有时候会多的话很容易破 你这样做一粒然后你就放下去 熟粉是熟粉 OK 你看哈Auntie这样子做 有一些人这样搓搓搓 如果那个糖你没有拿去结冰 你这样搓的话就好像花生 不容易做 它在里面啊 动来动去啊 你搓的时候啊 它会破 然后还有一点呢 你的手有热嘛 然后那个糖会溶解 它会流出来 OK 放一点粉在这个碟里面 OK 做第二粒啊 嗯 Auntie用这个汤匙比较好做 糖能够 放多一点你就放多咯 但是放多不好包啦 跟你们讲先 Traditional的呢 就是original的呢 是做 班兰叶的 但是班兰叶是香味啦 它的口感就没有番薯和金瓜那么好吃 Auntie之前做了很多了的 Auntie也做过班兰叶 也有做过用呃 其他的粉 我把它改一下想要用澄粉 然后澄粉一些人喜欢吃 比如喜欢吃麻糬的人 就说很好吃 但是Auntie它原本就是用薯粉和糯米粉 我用过糯米粉和那个澄粉 也用过试过用粘米粉的口感 最后可能是我们从小吃惯了这一种口感 还是要找回家 OK 虽然工多一点啊 这个啊 其实它工不多的 只要你跟着我的步骤你就不会错 为什么呢 Auntie错了很多次了 OK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讲说 可以不可以 很多人都是用椰糖嘛 现在对椰糖你要去切 要去切柚柚它 然后切柚柚了呢 你要洗脏板 要洗到Auntie懒多虫的人来的 然后还有啊 你要切柚的时候啊 你要经营 不然等一下你汆烫的时候啊 Auntie等一下给你知道 也有人说过汆烫的时候 它不爆酱 因为啊 那个那个椰糖它切到不够细 所以变成煮的时候 那个椰糖有一些里面还没有溶解 你还会吃到那颗粒硬度 所以我叫你们用这个黑糖加白糖 万无一失 它一定爆酱在你的嘴巴 但是一般马来人他们都很多 都是用这个黑糖的 因为我小时候 林基是马来人嘛 也不是小时候做工的时候啊 马来人来的 所以他们每一次都会叫我啊 叫我过去帮忙做啊 有没有这样做一粒粒很多工 因为他们在瓜舌的时候 就是开栽叶的时候 就是他们不能够吃东西嘛 所以三四点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准备很多食物了 然后一book up瓜舌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吃东西嘛 因为会很忙 所以他们都会叫我过去帮忙咯 如果你们不会像Auntie这样 有时候Auntie一直讲话讲话 忘记叫你们这样做 Auntie Boss不要笑吗 这样你放你的手指 这样 然后这个皮厚一点无所谓的 不能够饱啊 饱它会破啦 然后你就放糖下去 挤一挤它 放多一点啊 多一点比较好吃 嗯 嗯 ok 这样 干一下 ok 因为刚刚我的媳妇吃我那个金瓜 他跟我讲好吃 但是里面的糖不够多 所以不到包酱 为什么呢 我讲 因为我放不到多金瓜很难做 后来我现在我尽量的想要放多 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 这样啊 你看啊 你做的时候 这个的皮股它是比较厚的底部 所以我就放了这一个一汤匙这样啊 我发现到我这样挤进去 我就这样包刚才那个 现在呢你就再拿多一点点 中间嘛 你就可以再放 啊 就比较多一点了 ok 然后你就这样 因为它小粒我不能够这一边 我这样 啊 但是记住啊 要快快哦 因为你的手有热 它里面的糖会有 你看 美美咯 阿姨给你看 阿姨做了一半 然后阿姨停手了 你不可以要做到晚了才来汆烫啊 如果你做到晚汆烫呢 我跟你讲 来我给你们看 我看开始做的第一第二 你有风的话啊 那些糖酱开始溶解出来了 看到吗 所以你的手快可以 你的手不够快 你就弄三次来汆烫 哈 阿姨就两次 你看 那它会开始爆裂了 看到吗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讲说 我汆烫的时候全部爆了了咧 就是这个原因哦 ok 你做大概 如果你是你有两个人做就更好咯 你大概做十粒二十粒你就汆烫咯 阿姨这边有二十粒有了咧 哎呦要快点放下去了 那你看流出来了 你看到吗 那 这样就很头痛啊 你快拿加陶铁啊 很浪费时间 不能够啊 要做三次你看爆浆了 所以还是不要 你要在这一个成分里面啊 如果是你一个人做 你做三分之一的时候 你就好汆烫了 如果有一个人帮忙你是最好 你做十粒的时候 他帮你汆烫 ok 好 就 等它浮起来 就好像汤圆这样 等到它浮起来 来 你看啊 浮了咯全部 浮了的时候 那时候你不要马上拿 等 大概 一分钟这样 不用一分钟啦 算它二十下 拿上来啊 要干水哦 要烧烧的时候 要放去 椰那边 要沾椰 哇你看 爆浆了 ok 放下去 ok 这个椰阿姨新鲜的话呢 阿姨就没有蒸 因为一下子就会被吃完了的 如果是说你怕它会臭酸啦 你就拿来蒸 蒸五分钟就好了 啊 放一点点的盐 一点点不要短啊 一点点的盐 然后蒸五分钟 所以要快咯 为什么呢 有一些爆了是不是 就不 你吃的时候它就不会爆浆了咯 但是你快点拿那个椰粘住它啦 不要给它再露出来了 ok 哦 忘记跟你们讲 Auntie的成分这边的椰是半粒啊 半粒椰就够了 哎呦我又忘记称 每次人家都问我半粒椰是多少 因为在马来西亚没有人称啊 却不能买一粒椰或者是半粒椰 通常都是买一粒椰的啦 这个是 金瓜 金瓜 你吃的金瓜 有爆浆吗 有 有啊 有啊 因为你刚才跟我讲糖不够多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想办法 一个方法挤进去了咯 然后这个是 一个是 番薯 枝番薯的 枝番薯的糖会比较多一点的 我知道了 嗯好吃 枝番薯的比较好 其实两个都好吃 是啊 其实要吃起来是 很多人跟我讲说金瓜的比较好吃 我觉得两个都ok 都一样的口感 嗯 软度咧软硬咧 软硬咧 软硬咧 软度也是一样的 你再吃看 我好像觉得金瓜它比较软 你那个籽还是金 金瓜 ok 所以我觉得金瓜比较Q 金瓜比较Q 番薯咧 金瓜比较Q一点 是啊很多人跟我讲金瓜比较好吃 金瓜比较Q 那我现在吃了懒尼亚 金瓜比较Q 好吃啊 嗯好吃 你那一咬那个糖会有 啪 啪 所以有文莱的人这样 文莱叫什么呢 什么番薯 贵番薯 文莱叫贵番薯 我该吃多几粒金瓜比较Q 比较Q 可以啊 就是这样啊 你们试试吃啊 做啦 吃啊吃啊 还有很多哦 你看今天做很多 比较很多 嗯 嗯 多了 你这个咬到砂糖 嗯 因为那个有鸡到冰 对 比较喜欢那个糖融的 有融的还是有糖颗粒 有融的 有融的啊 嗯 有融的啊